好,大家好,我是GEC 105集1号,林逸纯 然后我要报告的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背景 好,然后我首先要讲到的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比欧陆发展还要晚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 因为英国没有直接跟欧陆连接这项地理因素 所以导致文艺复兴比较晚在英国发展起来 然后再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玫瑰战争 然后玫瑰战争呢也称为抢威战争 是在1455年到1485年之间 以红玫瑰为族徽的兰开斯特家族 跟以白玫瑰为族徽的约克家族 他们的支持者为了英格兰王位和自身的利益而发生的内战 然后这段长达30多年的战争最后结束在1485年8月 代表约克家族的理查三世和代表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都多 他们的军队激战于英格兰中部 然后因为在战争的紧要关头 理查的军中有人公开倒戈 约克军于是就瓦解了 然后理查三世战死 从而结束了约克家族的统治 然后出生在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都多 和结束了玫瑰战争登上英国王位 称为亨利七世 为了缓和政治紧张的局势 他跟爱德华四世的长女 也就是约克家族的继承人伊丽莎白结婚 然后这位伊丽莎白并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然后他们结婚之后呢 将原本的两个大家族合为一个家族 从此开始了都多王朝的时代 而莎士比亚早期的历史剧 也有探讨到这一时期的英国社会政治问题 例如理查三世 好 然后大概在15世纪末 因为都多王朝结束了战争 渐渐开始进入英国文艺复兴时期 然后接下来我将都多王朝分为四个项目 基于这些因素 英国的社会跟文化得以繁荣发展 然后这四个项目都跟英国文艺复兴的戏剧 有着一些关联 所以我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个呢是海外扩张 海外扩张是在英法百年战争时期 为了筹措军费 英国在海军以及海外贸易部分 已经有一些发展 而且在战争的期间 英法两国从封建政治的对抗 更多转变为经济上面的竞争 这个使得战后那些在战争中 倾向于供商业利益的新贵族 就是得以战起来 于是英国的资本主义渐渐萌芽 他们不仅为英国累积了不少资本 在政治上因为新贵族跟中产阶级需要强大的王权来保护以及支持 于是他们拥护专制王权 而亨利七世与八世 鼓励发展航海业技术跟英国海军实力 于是都夺王朝以海军奠令的基础跟实力 开始向外面去扩张他们的殖民地 由于地理发现更加刺激了海外贸易与工商业的发展 使得英国国力逐渐充实 然后有了这项基础之后 英国更在1588年也就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时期 一举击败了西班牙武敌舰队 然后这使得英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升 因此国内社会更加稳定繁荣 而且人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感更深 而社会繁荣改善了经济的条件 于是人民会开始寻求娱乐 然后也因为印刷术的进步 教育的普及 使得英国文艺复兴戏剧 在16世纪末出现了高度繁荣的局面 例如这时期就出现了许多非常出色的剧作家 然后再来第二点我要讲到的是宗教改革 因为在16世纪 借着之前中世纪末期 一方面君主想要加强中央集权的这个原因 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英王亨利八世 他想要离婚另娶新的皇后 可是因为离婚婚姻这件事要经过教皇同意 可是因为他想要离婚取新的皇后 教皇并不同意 于是亨利八世与当时的罗马教廷决裂 自立英国国教 企图将天主教势力排除在英国之外 使得英国政教合一 更加确立了英国的主权 然后此后英国国王得以没收天主教教禅 充实国库 而且割断罗马教皇干涉英国的宗教以及内政 英国也以此一个官方宗教来促成国内共同的认同感 而关于英王亨利八世的婚姻跟这段宗教改革 也成了日后撒斯比亚协作历史剧的题材 然后再来第三个是王权的建立与强化 玫瑰战争之后英国封建贵族势力大受打击 君主为了恢复国内秩序 因此开始强化王权 配合着前面所述两点的发展 都夺王朝对国内在中央政府方面新成立的疏密院 取代了受制于贵族的资议会 而且亨利七世依靠新贵族跟中产阶级的力量 设立了新式法庭 以防止贵族叛乱或是干涉司法 然后在地方政府方面 他们多派新贵族担任地方的治安法官 然后掌管地方行政和治安的工作 这些措施都会都夺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奠定的基础 一直到亨利八世跟伊丽莎白一世时期 王权更加稳固 亨利八世在宗教改革的背景下 他在1534年颁布了自尊法案 确立英国国王在宗教事务上的领袖地位 然后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 他不仅重申国王的自尊地位 而且巩固苏密院变成是政府行政中枢的权利 然后他为了取得中产阶级以及百姓的支持 他还利用表演的影响力来强化自身王权 他把握许多出现在公开场合的机会 例如皇家仪式或者是王室游行 来升职他的王权于民间 然后因为伊丽莎白女王喜好戏剧表演 所以他也支持英国剧场的发展 并且以戏剧来拉拢明星 建构国家的认同感 虽然当时有些中产阶级认为 戏剧会使人不安于工作 所以对戏剧抱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 可是英国戏剧在伊丽莎白女王以及贵族们的政治保护之下仍然得以巴掌 一直到1580年代剧场的根基就逐渐这样奠定下来 然后最后一点的话是大学教育 15世纪开始 英国跟其他地方一样也开始对古希腊罗马典籍重新感到有兴趣 在大学里面学生们研读古希腊罗马剧本 而且排演 然后他们也模仿罗马剧作家写作 并且逐渐发展出以英文创作的剧本 大约在16世纪后期 有一批大多在牛津或剑桥受过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 他们被称为大学才子 这批人主要为大众剧场写作 然后提高了英国戏剧的质量 其中包括了就是我PPT上面的这些人 然后其实还有一些人 然后我就大概点到 然后其中里面的那个Marlow Marlow等一下后面有人会 就是后面有同学会讲解到他 然后他们这些大学才子呢 在前面所述的背景的基础下 他们也促进了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发展 然后我的报告到这边 我是28号 然后我要报告的是英国文艺复兴伊丽莎白与斯图亚瑟王朝的历史背景 第一个影响就是这个整个历史的是经济背景 经济上的背景 在农业方面英国的圈地运动从开始到伊丽莎白时期 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使得英国出现了许多农场 这些农场克服了农业中分散经营的不便 此外农业的发展也提供了工业发展的原料与劳动力 因为圈地运动而丧失的土地和家园的农民 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 所以英国的工业也跟着发展 商业方面则因为了股份有限公司这种新的贸易经营形势 并且英国出口的商品不再以原料出口为主 而是利润更高的出口加工品 由此可见 伊丽莎白时期是英国经济迅速发展 有封建经济向近代资本主义过渡的一个时期 主要是中产阶级累积了大量的财富 所以才有更多足够资金投到文艺的发展中 为戏剧奠定了经济基础 第二个部分是政治背景 政治背景在国内 伊丽莎白主要面临的是宗教问题和维持国内安定统一的问题 对于天主教与新教等问题 他采取就是兼容并包的政策 分别是坚持英国教会的独立和不让新教走向极端 这两点 避免了当时在欧洲大陆因为宗教纷争而爆发的宗教战争 所以得以维持国内的和平 在国外 因为英国是一个信奉新教的国家中最重要的一个 而受到了西班牙法国的等以主要以天主教信仰为主的国家的敌视与包围 伊丽莎白则善用这些天主教国家内部与之间的矛盾 为英国得到了多年的和平 在前一位的报告者有提到 就是亨利八世与当时的罗马教廷的关系的破裂 因此彼此间的争论不断 使得伊丽莎白成云1559年禁止英国的戏剧家写作有关于政治与宗教题材 除此之外 她也要求停止中世纪连环剧的创作 然后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伊丽莎白女王对于戏剧的喜爱与支持 伊丽莎白从小就接受人文教育的主意 阅读过许多古希腊的剧作 这正是培养了女王对戏剧的兴趣 女王对于戏剧的喜爱 为剧团与剧院存在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保护 关于这个部分就是那个报告演员与剧作家的同学会更进一步的解释 然后在女王之前 英国就有严格的书籍和戏剧审查制度 1538年又颁布了书籍审查法 任何作品都需经过审查才能出版 这当然也包括了剧本 1549年又颁布了戏剧审查法 所有的戏剧都必须经过审查才能演出 违背法令者最严重可能会处于绞刑 挖出内脏分尸等酷刑 但在伊丽莎白时代 这些法律的执行并不严格 也没有什么诗诗这类重型的记录 可见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对于就是他很喜欢戏剧 所以他对于就是比较宽容 对 然后第四点就是 清教徒革命 1642年斯图亚策王朝的第二个国王查理一世 是詹姆士一世的儿子 深信军权神授 所以时常不经国会的同意就任意行事 这种态度本来就引起国会的不满 后来因为苏格兰叛变 而查理一世需要军费 不得不从心召开国会 但是国会又却向查理一世提出大宪章 斥责他过去各种行为的不当 并将他的亲信大臣就是逮捕处死 查理一世受到这种刺激 便亲自领兵前往国会逮捕五位领袖议员 国会也号召民兵相抗 于是内战爆发 拥护国王的少数封建贵族 称为骑士党 拥护国会的大多维 中产阶级 称为圆鲁党 然后最后查理一世 兵败被俘虏 而于1649年被国会判处死刑 亡权遭受严重的打击 在这一次内战中 清教徒的出力最多 后来清教徒的领袖克伦威尔 又获得政权 因此这次的革命就称为清教徒革命 而在克伦威尔当政时期 克伦威尔因为本身是虔诚的清教徒 竭令提倡 勤俭生产 禁止奢侈浪费 连跳舞音乐 赌博戏剧都严禁 此外国会也下令关闭伦敦所有的剧院 但仍有秘密演出仍间歇性的进行 从这篇看来就是英国文艺复兴 在清教徒革命后先告一个段落 然后接下来我要讲剧种 剧种就是这个时期主要有三大剧种 就是悲剧 然后悲剧的我举的例子是 莎士比亚的马克白 然后这就是讲莎士比亚同学会提到 然后第二 哦还有那个马罗的服饰的博士 然后还有第二种类型就是喜剧 然后我举的例子是莎士比亚的种下业之梦 然后等一下介绍莎士比亚的同学也会 也会介绍他详细内容 然后第三种是历史剧 然后我就比较详细讲一下历史剧的定义 历史剧就是根据它题材内 它是根据题材内容划分的戏剧种类之一 就是指那些取材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剧目 它以真实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题材 然后经过作者的编写而成为的戏剧作品 称为历史剧 对 然后这边主要主要有举例的就是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 然后这这一部分也会接下来也会有同学报告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 好没有在这上面 就是宫廷的面具舞 就是当时除了就是这些戏剧之外 还有宫廷的面具舞 此中舞会大多在节庆典礼以及国外贵宾利临时举办 它是用戏剧与舞蹈的形式去展现一个故事 他们大多都取材自神话或传说 其中由于某位超人的非凡力量 使混沌进入秩序 这位超人明显就是影射该次演出时 就是特别来的贵重的来宾 大多就是国王或是皇后本人 前面介绍过的意大利的木监剧 和法国的宫廷芭蕾 都是英国宫廷面具舞的就是前身 不同的点在于宫廷面具舞是单独的演出 而并非在两幕之间 其中的宫廷乐是担任主要的歌唱与对话的角色 职业演员则担任喜剧的角色 而面具舞的重点是在宫廷的舞蹈人员 他们在就是舞会进行时 步入大厅会与观众共舞 然后亨利八世与 伊丽莎白女王都曾引进 引进这种娱乐方式 相对于前面二者 然后司徒亚特王朝的第一位国王 川普世一世1603年登基时 因为他本身很喜爱跳舞 所以他还大大的就是资助了宫廷假面舞会的私人娱乐 然后我的报告就到这边 大家好 我是气管系102集的谢雨涵 那我今天要报告的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 Christopher Marlow 那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一些背景 那他是出生于西元1564年 然后足于西元1593年 他得年只有29岁 那他的身份有剧作家 诗人以及翻译家 他成长于就是英国坎特伯里小镇 那父亲是一名鞋匠 家境并不算富裕 那在他童年的时候呢 宗教改革的风气已经随着亨利八世的政策 影响到这边 读过当地中世纪的宗教气氛依然非常浓厚 所以教会仍然有相当的影响力 那在教育方面呢 他是有就读过当地的国王学校 然后在校的生活 他是以修道院的规矩严格的管束 他课程包含了拉丁文 希腊文 希伯来文演说术 逻辑学 数学 神学 哲学 辩证法等科目 那他后来进入了剑桥大学的基督圣体学院 读至硕士 在他短短二十九年之中呢 他写过了七出的剧作 那分别是 田木尔的第一部第二部 福士的博士 爱德华二世 骂他的尤大人 尤大人 对 在亥基女王戴夺 以及巴黎大屠杀 那他 当代的地位 他刚刚前面同学有讲过 他是University Week 大学才职之中的一位 那他也是被人誉为是沙翁之前最重要的剧作家 那他为什么重要 我们可以由他的特点来 写作特点来知道 那他的写作特点 一个非常显著的就是他无韵诗的诗材 那在此之前先讲一下什么是无韵诗 无韵诗他是由不押韵的一阳格五音部诗行组成 英文是Iambic Petometer 那他这个一阳格五音部诗行 他是一个轻音一个重音为一组 那一队 然后他五队的这个轻重音会组成一行诗行 对 那下面是从福士德博士里面所举出的范例 Was this the phas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 他那个一个弧度的那个弯弯的那是轻音 然后一横的是重音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是 Was this the phas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 就是他就是这样轻重轻重轻重音 他就是一个无韵诗 对 那他在无韵诗的成就是 他在无韵诗的成就是 他曾经被后来的一位剧作家Ben Johnson 裕 将他的诗作 诗作裕为是The Mighty Line 雄狠诗行 那他还有一个写作特点是 他在人物的特色上 他笔下的人物个性都非常突出以及生命力旺盛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他的剧本都是以主角为故事的中心 由这个主角他的一些动机目的或者是欲望 来推展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 那以我们之后会讲到的福士德博士为例 可以见得是因为他的求知欲望 或者是渴望更强大的力量 才会使得后面他被魔鬼 跟魔鬼结契约 以至到后面就是 灵魂被夺走的后果 那接下来讲到福士德博士的剧情大意 然后他的剧中人物就是如上途所示 然后故事一开始我们看到福士德博士 他在书房进行他对学问的一些看法的思考 那我们可以从他言辞中发现呢 他认为所谓的逻辑就是等于善变 那既然如此 既然逻辑等于善变 然后他就认为这是一个不需要钻研的学问 那说到医学的时候 他又认为医学的目的只是在求身体健康 而他已经达成了这个目标 他开的处方签是可以让城镇逃过瘟疫 使绝症得到缓解的 但是尽管他已经达到如此高的成就 他还是不满意 他认为自己还是只是个人 会有生老病死 他认为只有使人永生不死 或者是起死回生 那才是真正值得敬重的 然后再说到法学 他认为法学只能处理一些和钱财有关的小案件 只适合一些唯利是图的卑贱之人 那最后再说到神学 他认为神学所揭示的罪的代价乃是死 太过于严苛 然后以及 他认为我们圣经所 辛约约翰所说 我们若是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 真宜就不在我们心里 他认为这些东西他都无法苟同 但其实 我们如果真的去读那些经典的话 会发现他其实也只是断章取义 他在这些经典的下文 他只有取这些经典一些比较不好的片段 然后并此就来树立他 追求他的欲望的一个合理化 对 然后 所以他基于种种原因 他摒弃了以上的四种学问 所以他说到了魔法 他认为魔法才是他所渴望的 因为魔法可以给他无数的利益 喜悦权力荣耀以及 无远佛界的力量 那这时候他的魔法师朋友就来拜访他 然后福士德就请他们来帮忙召唤魔鬼 他希望能够驱使魔鬼为替自己办事 来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他想要召唤魔鬼之前 这时候就出现了善天使跟恶天使 那这个善恶天使呢 常常会在 就是每次他要面临选择 或者做出某种行动的时候 进行一番的 争论或者是劝戒或者诱惑 就是 对 可是每次尽管 经过了这样一番过程 福士德永远都会选择恶天使 然后 后来福士德他就成功地召唤魔鬼出现 但是其实这个魔鬼并不是因为福士德他魔法多么多么厉害 而是因为他听见了有人要弃绝圣经和基督 他才出现的 那福士德也承诺了要给他的 魔鬼他的灵魂 只要给他24年的好时光 那在这24年间呢 他希望能够拆遣这些魔鬼 让他能够享尽一切荣华富贵 然后 虽然他们最后成功签订了契约 但是我们可以从后面的故事中发现 他们的契约内容是 魔鬼要帮他实现一切他的愿望 可是其实魔鬼也无法真的达成他的所有愿望 比如说福士德在问他一些真理的问题的时候 只要牵扯到天国 只要牵扯到上帝 魔鬼就无法回答了 因为他说这个会伤害到他们地狱的王国 或者是说福士德希望他能够娶一位妻子 可是魔鬼也不能给他 因为昏佩礼是属于基督 基督教的七圣礼之一 然后当福士德他的希望 有些无法被满足的时候 露西佛就是一个大魔鬼 大家都知道嘛 为了安抚福士德 他就从地狱教出为了欺死罪 这个欺死罪就像上面所说 他有骄傲贪婪怒忌妒 暴食懒惰淘荡 这些欺死罪都聚上化成一个一个的人物 然后他们他教出他的目的只是 就是让福士德能够开心娱乐他而已 对 然后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说 就是福士德 有去罗马捉弄教皇啊 四处游历啊 然后因为他的财 他的名气 他的声望也越来越高 所以皇帝也有召见他 就他中间经过了很多故事 这就不详加赘述 就是对 然后在后期 福士德快要 就这24年间快要结束的时候 福士德就应他的一些朋友的要求 把就是叫魔鬼把海伦 从地狱里面召唤出来 然后让众人见识他的美丽 然后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他非常的慈悲 他尽心尽力的去劝戒福士德说 你应该要忏悔啊 你现在还有希望啊 可是正当福士德 他想要忏悔的时候呢 魔鬼就又出现来威胁他 然后福士德因为心里害怕 然后所以他就又以 他的先邪来坚定了之前的誓约 并且还叫魔鬼 用地狱最大的痛苦去煎熬老人 但是魔鬼却说 因为老人的信心坚定 他没有办法触碰到老人的灵魂 但是会努力折磨他的肉体 对 可是最后我们其实会看到 即使那些就是魔鬼在威吓老人 但是老人依旧是不受威胁的 那整出戏到最后就是 福士德将要被 他的灵魂将要被魔鬼取走的时候 他其实是非常后悔 他祈祷并且忏悔 但是都已经太迟了 最后就是魔鬼将 他的灵魂拖入地狱做结 那 马罗会写这个剧本 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的中心思想 其实就是 当时文艺复兴一个 很普遍的思想 就是知识就是力量 那福士德他作为一个大学问家 他精通 哲学 神学 医学 法学 四种学问 但是他依旧 他已经算是人文主义的一个 很成功的例子 但是 他却落得如此下场 所以我们看到说 他应该是有想要 就是给当代人一些 警戒跟反思 就是 教育的目的应该不只是 自己的求知欲 而是希望他能够回租社会与人类 那 如果他只 人 人们如果只想透过知识的力量 去追求财富 荣耀 以及权威的话 这种进取 势必会带来不好的后果 那从福士德博士 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特色 就是 首先他是用吴韵诗写成的 然后 他里面有许多 希腊神话的典故 比如说他在里面内容会提到 希腊中 希腊神话中 地狱的五条河 然后以及海伦的故事 以及月桂树的典故等等 然后他也有中世纪道德剧的影子 比如说我刚刚所说的老人 他其实就象征了慈悲 魔鬼象征了邪恶 然后还有妻死罪化为 就是具体的人物等等 对 那以上是我的报告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剧一系105集 7号黄晏杰 我今天要报告的也是剧作家 然后是 William Shakespeare 就是莎士比亚 首先我要先介绍他的出生背景 像是比亚出生于1564年 然后足于1616年 享年52岁 然后他出生于英国的Stratford-upon-Avon 他是一个农村小镇 然后是在伦敦 他的西北方 然后再来是他出生于一个中产家庭 他的父亲是商人 然后以经商起家 那据说他父亲曾经有经营过 买卖皮革手套或是皮革制品 还有兼营羊毛业跟屠宰业 然后之后他的父亲也曾经担任过公子 比如说Stratford这个小镇上的镇长或代表 再来是要讲到莎士比亚的经历 那莎士比亚他离开他的家乡之后 来到伦敦 他的工作一开始是演员 然后同时他本身也是有在写剧本 所以也是剧作家 那他也曾经待过Lord Chamberlain's Man剧团 那剧团的部分之后的同学会做介绍 再来就是他和友人 就是合伙人在泰晤士河南岸建立的Global Theater 就是我们所知的环球剧场 接着是要谈他的写作 他的写作也是有运用到吴韵诗的写作方式 那我这边举的例子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第二场 第二幕第二场 那我们看第一行就可以了 就是也是一样是轻重音的交错混用 but是轻音然后soft是重音 所以是but soft what light through yonder window breaks 然后再来就是第二部分 就是他对于农田花草树木动物 以及四季变化都有精准的描写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他出生在他的农村的小镇 所以对这些都有了解 那我举的例子是种下业之梦第二场 第二幕第一景里面 他提到摄香草 摄香草就是这一个 然后violet是紫罗兰 然后musk rose是摄香玫瑰 以及他在其他幕他也有提到 所谓的杏子就是杏仁 然后樱草还有金银花以及桑圣 那在他的悲剧马克白里面 他也有提到一些比较精准的动物 比如说斑猫 然后荣原蜥蜴 还有豺狼 接下来就是提到他的剧种 他的剧种 桑士比亚一共写作的剧本里面 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历史剧 那历史剧后面的同学会做说明 再来是喜剧跟悲剧 然后我要介绍的是喜剧 喜剧写作的时间 集中在1590年代 那喜剧在萨士比亚作品当中 情节大多是年轻的恋人 在结婚以前需要克服不同的障碍 那这个障碍包含 他监护人对于他所爱的人不认同 或是误会造成的问题 那之后恋人通常会踏上一段旅程 那这个旅程呢 可能会是比如说一起私奔等等的 然后最后呢 都会获得谅解 或者是他的监护人同意的忠诚眷属 那他的作品有第十二页 还有仲夏夜之梦 还有皆大欢喜 以及无事生非 还有威尼斯商人 然后我要介绍的是仲夏夜之梦 仲夏夜之梦 它的故事发生在雅典 雅典公爵 他要和亚马逊女王 Hippolyta结婚 然后命令大臣去准备婚礼上的娱乐 那这个时候呢 一位为人妇 就是Egeus 他向公爵控诉 他的女儿Hermia 说他不愿意嫁给 爸爸替他选的 未来丈夫 就是Demitrius 反而爱上了 另外一个年轻男子 叫Lysander 那其实Hermia跟莱森德 是互相情投意合的 那那个Egeus 就希望用雅典的 自古以来的法律 来制裁他 意思就是说 如果Hermia 他不改变主意 他就要被处死 或是发誓 终生都不会嫁 那公爵就给Hermia 时间考虑 那要在 要他在他的婚礼上 做一个答复 这样子 于是 莱森德就计划 Hermia私奔 那他们先约到 城外的树林 会面 然后在一起逃到 莱森德的伯母家结婚 这样子 然后Hermia呢 就把这个计划 告诉他的好朋友 Helena 那Helena因为是 非常喜欢Demitrius 所以就把这件事 就告诉Demitrius 其实是为了 博取他的欢心 然后呢 莱森德他不知道 那一天晚上 其实是种夏夜 那所谓的种夏夜 就是说 当然就是 夏至的那个晚上 然后森林里 通常会有许多聚会 那像之后 戏里他就有提到说 一群雅典的工匠 正在森林里面排练 在Decis 婚礼上 可能会要准备的 一个戏剧表演 然后还有 精灵仙子们 他们会出来游玩 的一个晚上 然后这边呢 故事就要转到 仙子们身上 先王 Oberon跟先后 Titania 为了争夺 一个印度小孩 而争吵 那Titania 把这个小孩 适如己出 不愿意送给 Oberon做他的侍从 因为这个小孩 是Titania 一个信徒所生的 然后他这个信徒 已经在生小孩 过程中死亡 所以他非常珍惜 这个小孩 于是 Oberon他就 想办法 他就叫 他的仆人 Puck Puck是一个小精灵 小 小仙子 然后他非常的顽皮 叫他去 采一种花的枝翼 然后只要 传说只要把这个枝翼 在睡觉的人的眼睛上 当他醒来 第一眼看到了生物 他就会疯狂的爱上他 不管他是人 或者是多丑的动物 于是 Oberon希望用这个方法 让Titania 服从他的命令 然后当Puck 去准备这个旨意的时候 Demitrius跟Helena 他们就进入森林 寻找Lysander跟Hermia 然后Oberon这时候 就听到Helena 不断地向Demitrius 说他有多爱他 多爱他 但是Demitrius 都不屑一顾 甚至还用很难听的话 骂他 觉得他很烦 不要跟着他了 然后Oberon就觉得 就很同情 Helena决定要帮他 他就叫Puck 把枝翼 滴在Demitrius的眼睛里 让他爱上Helena 那当Puck 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呢 Oberon就 一样趁着Titania 熟睡的时候 把枝翼 滴在他的眼皮上 好 另一方面 当Puck 去找Demitrius的时候 他误以为 Lysander就是Demitrius 因为Oberon跟他说 就是穿着雅典服饰的人 所以他找 他找错人了 他就把这个枝意 滴在Lysander的眼睛上面 然后 这个时候 因为前面 Demitrius 就把Helena甩开 所以Helena 他就在森林里 就是找到了Lysander 他就去把他咬醒 然后当 Lysander醒来的时候 他就看到Helena 然后就是疯狂的爱上他了 然后不断的对他 倾诉他的爱意 可是Helena觉得说 你明明就是深爱的Hermia 怎么会是爱我呢 他觉得他在嘲笑他 所以叫他赶快回到Hermia身边吧 不要再这样 开这种污吏的玩笑 但是Lysander还是拼命的追 追上去 然后就丢下 在睡觉的Hermia 然后就在Hermia醒来的时候 找不到Lysander 他就担心他的安全 因为他们 原本是深爱彼此 然后Lysander绝对不会丢下他 不管 好 那故事又转到那个 先后身上 先后Titania醒来的同时呢 他看到排练工匠当中的Bottom Bottom是其中一个演员 然后就爱上他了 那这边要先说明一下 就是Bottom在排戏的时候呢 被Park捉弄 就是带上了一个驴子头 所以就变得非常的丑陋 然后就是 所以Titania就是爱上了这个 驴子头的Bottom 那Oberon很满意这个Park的恶作剧 但是他发现Park搞错 Lysander跟Demitrius 所以希望能赶快挽回这个错误 于是下令把花的汁 滴在Demitrius的眼皮上 然后把Helena引到他面前 然后把他叫醒 但是这引起更大的误会了 因为Helena同时被两个人追求 然后以为他们都在玩弄 他就觉得他们很不要脸 那Hermia反而是被抛在一旁 没有人喜欢他 那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Lysander这么快就变了心 后来Oberon决定不能再胡闹下去 于是他要Park 让Lysander再度睡着 然后把解药滴在他的眼皮上 那当他醒来 就会认为说 刚刚那些都是一场梦 然后回到他的爱人身边 那同时Titania也同意 把印度小孩给Oberon 所以他也给Titania解药 然后让他不再爱着 那个很笨的Bottom 后来这四个恋人 就是都恢复正常之后 被Thyses和Tipolyta 还有Aegis 找到他们在森林里面 并把他们叫醒 然后Lysander和Hermia 就是一样是相爱的彼此 那Demitrius 就是因为被低了那花的之意 所以依然深爱着Helena 那Aegis本来想说 就是他女儿 就是准备要做出决定了 要她嫁给Demitrius 但是Demitrius跟Aegis 讲说我其实不爱Hermia 而是爱Helena 那就是这个结果呢 也只好让Aegis答应说 好吧 也只能这样了 所以Demitrius 就是那个即将要结婚的 那个雅典公爵 决定让这两对恋人 和他在同一天举行婚礼 那当故事再一转 再转到那个先后Titania身上 当他醒来以后发现 自己就是也认为自己做了一场梦 然后Park也解下Bottom的 那个驢子头的那个形象 然后让他赶快去赶上 Demitrius婚礼上的表演 那最后 最后的Ending是 结婚新人们都回房休息 那就该Oberon跟先后Titania 出来游玩 然后唱着祝福新人们的诗词 好 然后这个故事 他主要探讨的是爱情 那在爱情的部分呢 就是说明爱情是盲目的 就像被那个药低了一样 然后恋爱中的人都难以保持理性 那再来就是 莎士比亚其实在这个剧本里面 并没有提倡自由恋爱 儿女的婚姻必须经过父母 或监护人的同意 像剧本里面的例外是 因为Egius的妥协 是因为Demitrius说他不爱Hermia 而爱的是Helena 那事实证明 其实原本的婚事是行不通的 所以Ethesius 就是那个雅典公爵 他也劝Egius 接受这个结果 再来就是要讲到三条故事线 第一个就是那两对恋人 他们发生的故事 再来就是先王先后的争执 以及工匠们排练戏剧的过程 所以因为三条故事线 我们可以印证一下三一律 他已经不符合三一律里面的一条故事线了 好 再来是他描写森林的气氛 气氛神秘 比如说恋人的迷路 还有仙子们的出没 就是像仙子就不是 生活里会出现的角色 以及景色优美 他在剧本中大量应用到很多 很明确的花草 像我刚刚讲的 以及昆虫 比如说有蜘蛛 然后还有其他类型不同的昆虫 然后这一幅画是在讲刚才戏里面 这个是Titania 他爱上了带着驴头的Button 这一幕 再来要讲萨士比亚的悲剧 萨士比亚写作悲剧时间 仅在1600年代的早期 那他受西尼卡的写作影响 例如剧本会出现血腥暴力的画面 然后作品有这一些 那我要讲的是马克白 马克白 苏格兰将军马克白 帅领军队 苏格兰将军Macbeth 帅领军队 击败挪威的军队 和苏格兰的叛军 和同僚Banko在回来的路途中 遇到三个女巫 他们向Macbeth打招呼 然后称他 Thand of Glymas 并且预言Macbeth将来会是 Thand of Kordor 跟苏格兰国王 然后预言Banko的子孙将世代为王 那果然King Duncan不久 就封Macbeth为Thand of Kordor 表扬他的英勇事迹 于是女巫的预言就 完完全全去验证了 那这让Macbeth开始想着 另外一个预言是否也会成真 但是King Duncan现在还仍在位 然后他又有两个儿子 所以Macbeth想到要杀死国王 然后篡位 于是他派人通知妻子 Lady Macbeth 说女巫的预言 后来又得知King Duncan 要来家里做客 认为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于是他怂恿 Lady Macbeth怂恿马克白 去谋杀国王 但是Macbeth犹豫了 因为他觉得身为国王的表亲 又是城堡的主人 应当保护国王的安全 但是Lady Macbeth的语言刺激 在他的语言刺激下 Macbeth还是决定去做这件坏事 那在夜里 他趁着国王熟睡的时候 他的妻子把守门的两个侍卫灌醉 那Macbeth就去刺杀国王 那嫁祸给这两个侍卫 那King Duncan的两个儿子 Malcolm跟Donovan 得知父亲招任谋杀之后 就分别逃亡英格兰和爱尔兰 那Macbeth就自立为王 然而贵族中的Macdolph 却怀疑士军的凶手就是Macbeth 那事情过后 Macbeth开始睡不好 心神不宁 然后他想起女巫 给Banko的预言 为了巩固他的王位 他决定杀死Banko 跟他的儿子Fliance 然后他就举办了一个盛宴 邀请Banko他参加 那在Banko跟儿子 赴宴途中派杀手杀死他们 然而Fliance 就是Banko的儿子 他逃过了一劫 那在宴会上 Banko的鬼魂就出现了 但只有Macbeth看得到 所以他的言行举止 在别人眼中 看起来就是风言风语的 那Lady Macbeth就遣散兵客 说国王病了 也需要好好休息这样 然后Macbeth就开始 害怕自己的命运 将会是怎么样呢 于是他决定再去寝室女巫 女巫告诉他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要小心McDuff 第二件事 他不会被女人所生的人打败 第三件事 除非柏南森林的树 移动到Donson 不然Macbeth都不用担心 他的王位不保 那知道之后呢 他就变得比较安心啦 因为谁不是女人生的 而且柏南森林的树 也不是缩移动就能移动的 那后来得知McDuff跟Malcolm 他们在英格兰造集军队 准备进攻苏格兰 为父亲报仇 那Macbeth就下令去杀死 McDuff的家人 就是全部杀光这样 那另一方面 Lady Macbeth 因为开始就是 因为做了坏事 而也是开始出现 梦游的症状 为他犯下的罪行 良心不安 不久就死了 然后Macbeth失去了棋子之后 他也鼓起勇气去应战 那这时候士兵告诉他 就是柏南森林开始移动了 然后Macbeth 那其实是因为Macbeth的军队 砍下了树枝 当作掩护 往城堡前进 那看上去很像是森林在移动而已 然后在战场上呢 Macbeth要为家人报仇 然后打算跟Macbeth 正面交锋 然后Macbeth就觉得说 你不用白费力气啦 因为在那个时候 还没有剖腹产的观念 所以他认为女巫的预言是 就是生孩子 就是谁不是女人生的 但是Macbeth其实是 以剖腹产的方式出生 不是自然产 所以他砍下Macbeth的头 然后Melcom继位为苏格兰国王 好 那他主题呢是探讨罪恶的本质 野心如果不受到道德良知的约束 将会导致悲剧 然后在剧本里面 比较详细刻画的人物 有Macbeth跟LadyMacbeth的形象 像马克白他自己本身就对 罪恶其实是有自己的良知 会去分辨的 但是后来因为是受到妻子的怂恿 才去做这些坏事 那他的妻子是本身就已经展现出 一个非常邪恶黑暗的一面 然后再来就是气氛 营造鬼爵的气氛 就里面有出现巫婆巫术 以及奇怪的那个天气变化 比如说里面的台词就有提到 马克白说 我从没见过这样 阴郁又光明的日子 就是诡谓气氛的营造 然后这张图是 本剧的高潮系的地方 就是Macbeth 他看到Benko的鬼门出现在宴会上 好 我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